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如果红细胞第一原因就是红细胞生成减少了 本身造血功能就骨髓里造血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我们这个再生障碍性贫血 它由于造血干细胞出现问题了 它出现了贫血 还有比如说骨髓里边出现了异常的细胞 癌细胞 也可以出现贫血 还有就是破坏增多 就是我数量是正常的 但是红细胞破了 碎了 或者是我红细胞正常的生存时间是120天 结果呢 由于某些个原因造成它提前破碎了 刚才我们说有多种原因可以出现红细胞破碎 由于膜 红细胞有一个结构 红细胞膜不正常 或者是机械性溶血 长期的走路 走路以后这个泵的挤压 把这个细胞给挤碎了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像心脏患瓣的病人 就瓣膜 瓣膜修补术后 它可以出现机械性溶血性贫血 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溶血性 就是细胞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